上一集我们说到吞烟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们怎么去找出来呢 其实上次也有提及 最重要是结构那个相对上现在来说简单的照位镜 照位镜我们叫做位镜 其实正式全学名就是食度位十二指长镜 内规镜 当你那个位镜放进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到你的声带 然后整条食度有没有任何的损了 有没有任何扎了 有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东西 发炎 其实看到了 下到胃里面有没有什么结构上的东西 这一般来说我们有吞烟的问题 大部分医生都会建议做 因为排除一些严重危险的东西是一个最重要的 在中间的过程都可以让我们大概知道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另一个就是吞烟的功能那方面 吞烟的功能呢我们很多时候呢现在 很多时候有时我们甚至会找一些严育治疗师一起帮忙的 我们会是照喝一些贝剂 以前那些照位的那个很白的那个很稠的那个药水 一直在喝下去的时候一直在照着 如果我们有时怀疑他在整个吞烟的神经控制不了 他有时甚至会是用一小时的 塑了背剂的棉花 被他在那里吞的时候 一直用X光颈一路拍着他 看他整个过程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是有些地方疾了肌肉动得不好那些 这个是给我们可以在功能上可以很清楚看到的 这个就比我们可以知道 譬如是不是那个协调那方面 如果真的我们看到协调上有问题呢 我们可能是会跟进 譬如做个老素苗 看看他会不会是个中老位置那里 会有一些小中风那些 因为其实中老是做很多 身体各部份是协调的 其中一部份就是协调我们的吞烟的过程 那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呢 那有时营养师有时是会训练啦 甚至有时会可以垫一下肌肉 如果他看到肌肉动得不是很好的时候 或者不是很强的时候 那当然有一些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他就经常会落错格 那甚至可能就会调教他们的家人 例如很多时候长者 会教家人调一些食物 例如水那些是容易熟的 如果那些朋友 那可能是一些我们叫做 fickener 一些凝固剂 令到那些东西不会太稀的 吞起来是容易一些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 检查方法 那我上个星期说过神经那个 如果是焦雷的那些 其实照那个背势都会看到的 你是看着它落了 就会卡在那里 你只能看到它的食道 整个突然间会收窄了 当然就是你照了胃镜 知道它内壁里面 没有不正常的东西 但是你那时候 如果它是醒了 你只会吞东西 你看到它在那里 突然间会收缩 整个枯住了 那你就知道原来是 那些肌肉 自己突然间不正常的收缩 那有时候这些就是 其实那个人 突然间紧张 都可以有这个情况出现 那这些都是我们去评估 一个人的吞烟方面的问题 那至于口水那个 你很多时候就 有些测试可以看看 你的口水分别够不够 但是这些很简单的 口水那些 你甚至必要是 就是用 有些人工口水的 你如果被它用了 它又改善 那你就知道是因为太干了 那些问题